Hello 大家 今天来拆两个快递 应该是我的杯子到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买了两个 一个是透明一点的 带盖子的那种 而且还带一个那种吸管 有一个是 就是普通的马克杯 江江江江 就是这一个 哇塞 这个质感不错 而且绿色 我最喜欢的颜色 它这个自重有点重 但是呢它这个饼 我本来觉得这个圆圆的只是为了可爱一点 但没想到它 做的这么圆其实是为了好握持 我觉得它这个握起来 特别有安全感 不像有的细细的感觉捏着就要掉了 这个真的 挺重量挺大 不错耶这个质感 特别的光滑 OK很满意的 这一只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一般拆的 快递都会比较的 简单粗暴 这个就是它的这只 玻璃管 能看出来 到了开箱时刻 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是玻璃杯 拿起来还是挺重的 它这个我选的是这种 蓝色花纹的 它这边可以打开 这种有直引口 可以把它塞住 它这个口 只要用这种 就要塞住 一般情况下是在这里放这个管 给大家看一下这根管 这种玻璃的 给它这样放进去 这样的杯子 看起来颜值好高 它这个杯子是 我看一下上面有写吗 这块有写350毫升 这个杯子它没写 反正也是应该是300多毫升 我选的都是量稍微比较大一点的 因为我之前可爱买小杯子 感觉两口就没了 OK 非常成功的一次购物 好了 拜拜 哈喽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被我用的已经完全掉了的 用到已经完全没有的东西 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是一个气垫 它本来是在这里装着的 但是因为它经常掉 已经被我用的掉了几次以后 它就完全就是一碰就会掉的状态了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你看能看到吗 它这个海绵已经被我这样来回转了好多好多次 这应该是我用的这款气垫的第四个还是第五个 它加这个也挺便宜的 是这个 我在小红书上有推荐过 是正宣墨的 这个是我给这个气垫后面配的 这样一个海绵粉铺 也用的都已经 大家能看到吗 这块 裂的这个痕 用的时间太久了 下面这个是盖子被我用到碎的 不行不行的 它这个里面 可能还可以再用一次的量 今天早上用的时候 它那个盖子突然就这样碎成三片了 这个是我说过我用的那个 博润美的 他们家这个黑瓶 它是那种雅光雾面的妆效 而且因为我是混油皮下混油冬混干的质地 那个肤质 既然这个用完了 那么我就要重新拆新的了 接下来和我拆一拨新品 拆的还是我之前用的那两款 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比较喜欢用一个东西就会一直用它 除非下一次有别人推荐 或者是我偶尔用到一个很喜欢的 我才会换 基本上我很少换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懒 懒得去找一些新的东西 这个就还是郑轩莫他们家的 我用的是17号 哎呀 大家能看见 这块 这块写的17 向牙白色号 他们家就会给一个替换妆 我每次基本上就是买一个 紧接着再买一个 它本身的粉铺是这种白粉色 肉粉色的这种 把这个外面这一层膜给接掉 它这个其实一块能用很久 但是我把这个产品推荐给我的同事 他说他每次用的就用好多 最后他总结出来 可能是他买的色号和他的皮肤太过于一致了 所以为了把全脸遮住 他就会用很多 他后来就换了一个稍微亮一点的色号 就比我这个暗一点的 应该是19号色 就会比他本身的皮肤再白一点 所以他说用那个 他的量会用的少一点 这种气垫就会用的时间久一点 不然他基本上一个气垫 我能用很很久很久 他可能就用我一半的时间 或者是三分之一的时间 我都快称他家的野生代言人了 我小红书上也分享过 每个视频里都会出现他 大家有如果适合混油的一些气垫 麻烦大家推荐给我 因为我不喜欢用粉底 现在用了气垫再也觉得 其他东西太麻烦了 还得什么打湿美妆蛋呀什么的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柏瑞美的这一支定妆喷雾 从旁边把它撕开 长这个样子 我买的这个比我之前用的这个旧的 你看要大很多 它这个是200毫升 完全就大了一倍 所以接下来能用很久很久 这就是今天的拆箱啦 好物分享吧野椒 喝一口咖啡 这个杯子我倒是可以推荐大家入手一个 也不是很贵 十几块钱 OK 拜拜